保单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是今年2月的时候买的 售出手上一叠保单 A先生当初花了965元购买防疫险 万万没想到 产险业者理赔永远慢半拍 审查速度卡到不行 连合保条件也是朝令夕改 卖出这个保单的时候 就是应该要履行 履行这个保单的承诺 业务员可能他们也还不清楚 公司的决定是怎样 所以就现在都是一团乱 因为我们就只是小市民而已 搞得保护补萨萨 回顾去年初本土疫情相对缓和 产险公司在有利可图情况下 疯狂卖保单 粗估光是保费收入就进账80亿 没道理满手进账 如今却不认数位健康证明 非得要诊断书 甚至不惜砍单 拒绝续约 滑脚百出 让人质疑产险公司在设法求解套 就确诊就是确诊 那也没有什么分 到底是要看数位还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行政手续都已经塞车 产险公司在卖出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计算过 一定都会有计算过 很多人担心 因为保险公司会不会有倒闭的 或者增资的这个问题存在 两年之内都可以行使它的权利 这个民众不用太担心 根据金管会统计 从今年初到5月9号 已经理赔的防疫保单有2.79万件 总金额飙破10亿元 产险公司从拒绝妥协 这道爱兵姿态看在保护眼中 都像是互踢皮球 认证那个是保险业的事情 不是我们本指挥中心的事情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